嗨 各位 是的没有错 今天来到这个永康街 要给各位带来这个 永康街美食之旅 所以呢 我将会在今天这部影片 跟各位分享 我今天在永康街吃到的一些美食 今天所吃的这几家呢 都是我第一次吃 所以我将会给各位带来 最真实的回馈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的 那我们第一个吃的这个是 天津葱油饼 你看它也是在这个永康街 相当有名的一家老店 差不多好像有四十几年了吧 那我买的这个是 他们的九层塔葱刀饼 35块 OK 那我就来吃看看 第一个感觉是它的这个 面团的口感相当扎实相当Q 味道没有很重 它里面的酱油味道是 比较清淡的 可是现在这个 这个时候的永康街真的太热了 看一下里面 我这个是九层塔的啦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 口感很好 然后味道蛮清淡的 价格也不贵 所以当个点心我觉得很适合 吃完了 那我们去看下一家 OK 因为刚才真的太热了 所以我们下一个来喝的就是这个 那它这家就是卖这个黑糖珍珠了 那我点的这个是 黑糖拿铁加珍珠 喝起来它的味道不会很重 然后底部你还可以喝到一点黑糖块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可以试一下 我现在行走在这个永康街的街头 真的是相当的炎热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去吃我们的主食了 走吧 那现在呢 就要来带各位吃今天的主食 永康牛肉面 那这个永康牛肉面呢 也是我上网找 永康店美食 这个是最吸引我的 那我打算吃他们这个清炖牛肉面 OK 那我们就进去吧 好了 我现在已经进来了 那我点的这个是 清炖牛肉面 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好 它的汤是相当清澈 然后肉呢 它是属于那种带筋的肉 我觉得它的肉应该是非常的猛 我来试一下 这个肉觉得是这个 全部都精华 真的相当的热 虽然没有很Q弹 但是有那个筋 所以吃起来是很舒服的 再来试一点这个面 面看起来就很像普通的油面 试一下 面的话就没有很Q弹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吃那种 很Q很硬的 这个的话就软一点 但也不至于太难 还不足 再来试一点它这个汤 这个汤喝起来 虽然看起来很清淡 它喝起来是蛮满的 但是不会太腻 我觉得相当好 OK我已经吃完出来了 那我觉得它给我最大的印象 就是它那个肉真的非常夸张 它绝对说我吃过的牛肉面 肉是最特别最嫩 整个咬起来相当的享受 那至于面的话 我就觉得普通了一点 汤也还不错啦 就是蛮浓的 但是也不会太腻 可是可能是 你知道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吃起来还是有点热 那店里的话 我觉得整体的感觉都不错 虽然人很多 但是这个店员还是相当的友善 我觉得相当好 OK 那我们看下一家 OK那今天来到我这家 叫做东海莱姆园 它是永康街上面一家 柠檬制品的 是相当有名的 那它外面也有个空间 可以让你坐得非常舒服 可以乘凉 然后这种夏日 就是喝这种酸的柴爽 有点甜 那我点的这个是莱姆凤梨 一口下去 你可以吃到那个 很扎实的凤梨块 我觉得口感很好 那味道的话是偏甜 但你也可以选择比较加糖 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 酸甜酸甜的饮料 如果不喜欢太甜的话 你就可以不要加糖 喜欢喝柠檬汁的 我觉得来永康街 这个东海莱姆园值得一试 OK 那今天这个永康街 美食之旅 差不多就要到这边 告个段落 我会把今天吃的 每一家的店名 地址 价格 都留在下面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试一下 那我觉得偶尔来这种 台湾的观光圣地 吃一下走一走 然后感受一下 这种观光区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相当好 好的 那就这样啦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感谢各位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